下面我们通过一些例题来加深一下我们这个基础概念 所有的知识点都是要用例题来把它细化 我们之所以学这个例题就是为了来记住这个知识 所有的这个例题大家不要去背 背这些题没有用 通过这些题我们就是为了来记住它这个知识就可以了 单纯的知识放在那 如果要换成题可能我们不太适应 那么我们放在这个练习里面 把它具象化一下 好我们看例题 Which muscle is the deeper and the earful muscle of the highline muscle and is the head completely bent 两个and重了 好我们看这道题的说的是什么 他说哪一个肌肉是这个深层的和呢更下面一点的这个肌肉 关于谁呢 关于这个highline的这个肌肉 highline就是高亮度显示的这个肌肉 这个肌肉是什么肌肉 这哪个肌肉 臀大肌 他说在这个臀大肌的深层和下方 那这么样的几个肌肉 而且呢 他还被他完全的隐藏住了 完全的隐藏住了 hit complete 完全隐藏住了 其实这句话呢就有点多余了 只要知道是这个臀大肌的深层的 我们就知道他大概是什么 他说这个完全隐藏和里面这个备选项有关系 我们看一看 A叫做proton-matmos 我们的臀中肌 Galoton-minimus 臀小肌 Galoton-matmos 臀大肌 还有这个是什么 Superior 这是什么呀 Germalis 我们的上妈肌 在这四个选项当中 哪一个是属于题目描述的 在臀大肌的深层内侧 而且被他完全隐藏呢 哎 麻烦啊 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肌肉 被他完全隐藏 为什么给你说这一个完全隐藏啊 是因为他有这个答案是 臀中肌和臀小肌 这两个肌肉呢 其实也可以算作是臀大肌下面 但是并没有被他完全隐藏 尤其是臀中肌 盖这一点 没有完全遮住 所以呢 为了避免歧义 给你一个完全隐藏的这么一个描述 这道题的关键 在于对付英文差的同学 和这个马达哈的同学 一看到这个题 非常熟 绿绿的 这是臀大肌 再一看答案 我们有臀大肌 马上就选一个臀大肌 很多同学这样犯这个问题啊 根本就不念题 这样是不行的 专门是对这个被提的同学 完全已经是个人很大的陷阱 所以呢 这道题的主要目的 让大家仔细审题 他说的是这个绿色的臀大肌 下面的深层的肌肉 而并不是让你选这个臀大肌 所以大家在做题的时候 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千万不要被他蒙了 一看到这个图 并不是说给你画什么图 就让你选什么肌肉 一定要看他问题问的之神 好 我们看例题二 which are the following muscles indefit and image as the deeper and infer to glottal minimus 又来了 他说哪一个肌肉啊 显示的在这个图像当中 是这个深和内侧的 关于谁啊 关于囤小肌 囤小肌深层和内侧的 A呢 囤小肌 B囤大肌 C囤中中肌 最后一个上发肌 选项答案和刚才那道题一样 那应该是谁啊 还是这个D 还是这个D 其实这两道题呢 异曲同工 一个是问你囤大肌 一个是问你囤小肌 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他说比这个囤小肌啊 这是囤小肌 更深 更小的这个肌肉是谁 给了你大的 中的 小的 还有我们的这个麻吉 这四个 同样也是让你审题 数字是什么 并不是题目当中写什么字 我们就要选一个什么字啊 这个不行 千万要记住 这个考试呢 必然它是一个专业的英文考试 所以呢 你想背点题 看了一个题目当中两个字 然后答案当中记一下 背一下 死记硬背去考试 是不可能的 那样很难考古 当然也有运气特别好的同学 但是呢 必定是少数 大多的同学 还是希望能够灵活的运用 这些基本诞词 像这些基本的东西 还是要知道的 如果要是达不到这种 这个认知度的话 这考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好 例题三 Lich muscle is a scientist to lateral rotation of the hip 答案给你的 A 叫做 Germalis is the infral B Pectinous C Adductor Medrum D呢 叫做Tensurface a letter 这道题问的是什么 应该选谁啊 好 进行了一下小小的分析 哪一个肌肉协同外旋 这个髋关节 外旋 首先提到外旋 髋关节的时候 我们马上脑瓜当中 要转过几个熟悉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的臀大肌 专门做外旋的 还有就是我们深层的外旋肌群 犁肌 麻肌 臂孔肌 这些肌肉 这都是深层的 这个髋关节的外旋肌群 所以说呢 一提到髋关节外旋 首先想这几个肌肉 有没有 在题目当中看一看 然后再去做具体分析 就会快很多 比如说这道题 它首先告诉你有一个 麻吉 而且下麻吉 这个无所谓 是上是下都可以 这个肯定是有外旋 髋关节和它协同的一个关系的 那么 持骨肌 持骨肌是主要做内收的 我们这个内收 大内收肌 也是做内收的 人家名字上叫内收 自然也是内收的一个动作 内收 大内收肌是在里面的 大内收肌 大内收肌 宽宽的这个 就是大内收肌 好 扩肩帮胀劲 大家都知道 这是做趋和内旋 好 所以这道题呢 我们选的是这个 下麻吉 好 例题四 叫Pierforms Germinist the super and 这个字 我们一会会讲 这叫 obturator 我们的这个 闭孔机 Enterals are art of the group 在什么样的一个群组里面 也就是说给了你几个肌肉 我们的离状肌 上麻肌 和这个闭孔内肌 是一个组群 关于一个group 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群 A呢 叫做 Lateral Rotator B呢 Abductor C呢 Adductor Adductor 这个D呢 Extensor 分别是我们的外选 外展 内收 和伸展 哪一个组群 这个就比较显而易见 完全是一个概念 A 已经头壳出了 A 外旋 因为一看到黎壮肌 马上想到外旋了 进而呢 又看到这个麻肌 和这个B孔肌 他们都是一个group 一个外旋肌群当中的一元 所以大家要记啊 这个 髋关节外旋肌群 腿做外旋深层的 就是这么几个肌肉 首先把它先记住 好 以上呢 就是关于这个 麻肌或者叫双子肌 Germalist 这个基本的这个立体 一 我们下期再见